由台北市長蔣萬安 準備我們花蓮縣市政府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的見證下 台灣省城隍廟宣布 捐出一千萬給花蓮縣政府 協助他們在零四零三地震之後 進行重建 廟方代表全體董監事做好事 國民黨團日前也在地震後隔天 捐出一百萬震災 卻有媒體接獲不具名的燃尾爆料 指出當時的新聞稿 說是立委們自發性捐款 但幹部沒有事先討論 就對外宣布 起初以為是幹部自己出 接下來幾天也沒有下文 結果12號黨團大會上 被傅昆琦催討 每個人要出兩萬元 感覺被突襲了 被爆料強迫藍尾們不樂之捐 傅昆琦否認 說報導已經下架 國民黨團也發聲明表示 黨團大會上 傅昆琦沒有提到捐款的事情 全黨在場的委員都可以作證 痛批特定媒體 用不具名的不實爆料 讓支持災民的行為變調 讓人遺憾跟不解 黨團將對此提告 從中央到花蓮捐款冷熱有別 到現在傳出的不樂之捐 這回花蓮大地震 光是捐給誰怎麼捐 話題不斷 明新聞綜合報導 就算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